印度诸神也放在塔里面供奉 包括刚刚讲到的师婆皮斯努 然后还有半天 半天在印度尼西亚 就印尼其实是有红拜 可是在中南半岛没有 他除了印度诸神以外 当地原本的自然信仰也保存了下来 另外一个脉络是16、17世纪 就是蒙古大帝国的势力消失之后 蒙古大帝国他在扩张的过程当中 其实让很多区域都变成信奉伊斯兰教 那印度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在蒙古帝国消亡之后 从西方来的 不管是中亚的 阿拉伯世界的 出来做生意的这些商人 他们就把伊斯兰教带到了 岛屿东南亚这一块 就是马来西亚、印尼这些区域 伊斯兰教慢慢就取代了原本的印度的信仰 然后变成现在岛屿东南亚主要的信仰 主要的信仰的大宗 所以说印尼是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 我没有记错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 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那另外就是印度两大史诗 大家有讲到罗摩也纳跟摩赫婆罗多 就变成这些国家 非常非常基本的 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 就是小时候都会讲给家喻小朋友听 大家都很熟的内容 摩赫婆罗多还没有这么普及 最普及的是罗摩也纳 因为罗摩也纳本身是一个 跟爱情有点关系的故事 知道这两大史诗 你不要举手 知道这两大史诗的同学 举一下手好吗 好有三位 好这两个史诗都很难 都很难介绍 因为他们的长度都非常非常的长 你随便哪个版本叠起来 可能都比我高 所以要看完这两大史诗是不容易的 但是大家就是用了有点类似 就是口头在说故事的方式 然后会 就让他变成一种口语的方式 在流传 另外就是各地的传统戏曲 包括乐舞 包括皮影戏 包括傀儡戏等等 演的其实绝大多数 都是罗摩也纳的故事 所以如果说大家在 去到东南亚各国去看表演 你有非常大的几率 都会看到是罗摩也纳 怎么判断 你看那个戏里头有没有猴子 就知道了 对 对 那罗摩也纳后面 会稍微再深入介绍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要去理解说 这些泛印度 泛印度化的国家 或文明 他们怎么理解宇宙 他们理解的宇宙 跟印度那边一脉相成 就是以虚弥山为中心 这个虚弥山就是神柱的地方 然后四周围绕着海洋 其实 这是在中国古籍上面记录的 四周九三八海 其实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最中央就是虚弥山 然后最上面最顶端就是这个刀立天 刀立天 其实大家应该有点概念 有听过刀立天的主持一下手好吗 缅甸有一个很盛大的节庆叫做点灯节 这个应该大家都多多少少会听过 点灯节为什么要点灯 因为释迦摩尼佛 他在这个宇安居的时候 就大概是夏天的这段时间 他就到刀立天 为他的母亲讲经所访 所以他离开了人间 那在点灯节 就是节夏节 夏季的这个闭关 闭关休息的这个时期结束的那一天 叫做节夏节 解开的解 夏天的夏 解夏节 那解夏节这一天 要迎接释迦摩尼佛 从刀立天回到人间 为了怕释迦摩尼佛迷路 找不到路下来 就帮他在点灯 一路上点灯 所以这个时期 如果去敏殿 就会看到到处都点着蜡烛 或是点着灯笼 这家户户都会在门口点 因为都会希望佛佛能够到我家 你看 这个祈福祈求祈福的一个某仪式 那这个道理应该在这边 延续这个塔的形式 塔最多的地方 是在缅甸 因为缅甸最靠近 尚多部佛教发源的这个区域 所以缅甸人 从西元前大概2000年 但这个 票国 从票国这个文化开始 一路往下 一路往下 佛教传入之后 世世代代的迷殿人 因为他们信奉 他们信仰非常的虔诚 他们会 他们深深的相信 做人这一辈子最大最大的功德 就是去盖佛塔 不是为自己盖佛塔 是为长辈为家人盖佛塔 这个是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僧 这个供养三宝的功德当中 盖佛塔是最大的 所以他们非常的不重视 就是现实人生的这个享乐 他们将所有的积攒 都想尽办法去捐到庙里回去 然后就想尽办法去盖佛塔 所以在缅甸 你们会发现 这个佛塔多到爆炸 比方说像这座山叫做石阶山 石阶山这一区其实是 缅甸的其中一个古国的首都 当然这个古国的首都的痕迹 已经都找不到 唯一剩下来的就是这座石阶山 这座圣山 上面密密麻麻的 全部都是佛教圣离 还在进行大宫的佛教圣离 不是遗迹哦 我们去看斧甘那边是 已经算是遗迹 但这边不是 好,回到依族教 刚一直讲到师父 你们师父应该觉得耳朵很痒 好 师父他是印度诸神当中 法力最强大的一个 他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面貌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名字 没有办法属记 每个地区对于师父都会有自己的名 对于师父都有自己的称呼 那他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瑜伽之神 因为他很会跳舞 他跳舞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要毁灭 然后重新开启的时候 我都说这是那个电脑要 要format掉 然后重灌的过程 就是因为世间充满一个是个样的罪孽 所以他 当他出现的时候 他的额头上的这第三只眼 就会发出这个毁灭世间的火焰 去净化这个世界 然后让世界重启 就跟我们的电脑要重灌 其实有点像 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化身呢 是婆罗门 也就是隐士留着常常的胡子 山羊胡子 然后盘坐的这个这个图像 在五个遗迹就会常常看到 那他也有自己的这个大家族 他的家族当然也每个都是神 也深受崇拜 比方说他的坐骑 是一只大白牛叫做南迪 几乎所有供奉师婆的神庙 前面都会有一只石雕的南迪 面相神庙 他在那边 你去看印尼的 大概那个普兰巴南 然后去看五哥的 所有的这个师婆的神庙 前面都会有这样一只 然后另外呢 就是 大家其实如果有去拜四面佛 会看到旁边会有 那个断了一颗牙的 像大像 好像半人半神的那个像 那个像叫大像叫做干尼像 干尼像是他的大儿子 那干尼像其实不是不算是他生的 就是因为他常常去修行嘛 那他不在家的时候 他老婆就 就是这个乌玛女神 嗯 就造了一个 儿子 然后就请他的 就是跟这个儿子互相作伴 有一天这个乌玛女神就说 我要洗澡了 那就你帮我开着门 不要让别人进来 于是呢 他儿子就站在门口 就干尼像就站在门口 守着这个门 然后这时候 师婆神就回来了 他看到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 在他家门口 还不让他进去 他就非常生气 就是你哪里来的 你是不是我老婆 怎样怎样呢 于是呢 两人就大打出手 师婆一生气 就把这个干尼像的头砍了 然后这时候乌玛女神洗完澡 还说 你怎么把我的儿子给杀了 你赶快把我儿子赔给我 那师婆没办法 就是已经砍掉了 就放不回去 那 嗯 不然这样好了 就是如果说有 旁边也有任何一个走过的生物 不管他是谁 那只要他走过 我把他的头砍下来 就让他把这个头放在我们儿子身上 让他能够死而复生好了 这时候就有一只大象走进过 然后他就把那个象口砍下来 放在他儿子的身上 然后就 然后就变成象口神 就是这个干尼像 那干尼像呢 他是负责抄邪 刚刚讲到那个史诗印度史诗摩赫婆罗多的人 这个史诗是口述的 由这个广伯仙人 就有个神仙 告诉干尼像这个故事 干尼像就是疯狂的在那边吵吵吵 所以他说他就把自己的象牙拔下来 然后沾着墨水继续洗 所以大家看到断了一颗牙的那个大象就是干尼像 也就是施婆神的第一个 那另外一个是施婆神的象征 就是这个令感 令感 其实上面这一段是施婆神的羊具 下面呢则是女性的音部的象征 叫做UNI UNI跟令感併在一起合成叫做令感 那他跟生殖崇拜可能是有关系的 在柬埔寨 在举办跟水有关的仪式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令感 这是一个类似近身的一个仪式 净化自己的身体近身的一个仪式 那这是刚刚讲的 在这个班杰斯雷 九世纪的那个班杰斯雷庙上面 施婆跟他的妻子乌玛奇在南迪上的一个浮雕 那这个就是施婆跳舞的浮雕 就叫做这个 瑜伽之舞或毁灭之舞 那下面就会看到他的家族成员 比方说这个就是干尼像 然后这个是梵天 半天是四个头的 就是我们台湾人很喜欢拜的四面佛 那再来是这个 四肢手臂的 是匹斯奴 就另外一个大神后面会讲 然后左边那个应该是乌玛 乌玛女神 那这个是匹斯奴 匹斯奴他一般的形象 会有四肢手臂或八肢手臂的区别 然后说一下 诶这边还是指指手的 他的座其实是金赤鸟 那这两个 嗯 其实这两个神的相遇也有一段故事 哦 就是在印度的 开天辟地的传说当中有个传说叫做如海搅拌 因为一开始 诸神 印度诸神他不是长生不死的 他们病会老 于是他们就很希望能够有有长生不死药 然后就去问 或者说 诶怎么样才能够有长生不死药可以吃 那人家就跟他们说 那你要去搅拌如海 这个长生不死药就会浮现 那个长生不死药叫做甘露 甘露 甘露 嗯 田的那个甘露 甘露就会浮现 好啦 就在诸神很辛苦的终于得到甘露之后 那是不是其他人想要来抢 金赤鸟是一个孝子 是一个孝子 他的妈妈呢 跟那个甘露 甘露是眼镜蛇 是一种眼镜蛇的神兽 也是高绵民族的象征 我们讲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 那高绵民族就是甘露的传人 金赤鸟的妈妈跟甘露的妈妈是一对姐妹 你的两个人就有一天打赌说 那个载着太阳每天上去的那辆马车的拉车的马 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那金赤鸟的妈妈就打赌说 哦他是白色的 那个马真的是白色的 他应该是白色的 那那个甘露的妈妈就说 不他是黑色的 于是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去缠在那个蚂蚁巴上面 所以第二天他们再去看 是到底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时候 就看到 诶怎么是黑色的蚂蚁巴划过天气 所以金赤鸟的妈妈就输了这场赌注 输了这场赌注之后 就必须为成为Naga的奴隶 那金赤鸟就很生气 就跑去跟Naga理论说 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妈妈得到自由 那Naga就说那你去把甘露拿来啊 你拿来甘露我就放你妈走 所以他就去啊 要跟大神们要这个甘露 那金赤鸟呢他力大无穷 五一高强 那路上呢就碰到这个皮士龙 那他就觉得他们两方就是一言不合就打起来 打打打打到最后 他就觉得这个孝子很感动 那我来跟你谈交换条件好 我给你甘露 让你回去救妈妈 但是你要答应我 要变成我的坐骑 然后金赤鸟就说好 于是金赤鸟就变成皮士龙的坐骑 他把甘露拿回去之后呢 当然他没有那么呆啊 他就骗这个Naga说 你要先去沐浴浸身哦 洗干净澡了哦 才可以来喝喝甘露 不然没有效 那Naga就很开心啊 就跑去洗澡 那他就把这个瓶子里面的甘露偷天换地 那这个甘露瓶放在那边 在里面已经没有东西了 拿着倒 然后这甘露瓶是倒在草地上面的 然后等到Naga洗完找出来看到 就看 诶这甘露瓶怎么倒了 那会不会还有几滴 在草地上是可以喝得到的 于是就伸出舌头在那边停一停一点 可是因为那个草很利 就把他们的舌头给切了两半 于是十二哥的舌头就给两半了 那他那个甘露是他妈妈喝掉的 嗯这个下就是下落不明 总而言之没有让Naga得逞 可是金翅鸟一开始就是鸟 他一开始就是鸟 那妈妈也是鸟 也是鸟 但为什么鸟跟蛇是一对姐妹呢 这要问印度人啊 这里应该大家都蛮熟了吧 这是泰国的机场 对新的机场 要转机都要在这边转 里面就有这个很大型的 鸟海搅拌的雕塑 中间呢 的这一位 就是匹施努神 那为了要让这个 搅拌鸟海的搅拌帮有个支点 所以他就化身成一只乌龟在下面撑着 匹施努神有十根化身 这个乌龟是其中一个 那另外一个化身 就有很大争议的 就是释迦摩尼佛 嗯 各有说法 就是印度教的信徒就说 他化身释迦摩尼佛是来人间霍世 迷惑是迷惑是人 那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 他化身释迦摩尼佛 他化身释迦摩尼佛是来拯救死人 反正 反正各派有各派的立场 泰国的乌海搅拌的造型 就非常的 泰国的造型 那这个是泰国Naga的长相 这个是柬埔寨的 柬埔寨的浮雕 韬埔寨的浮雕 那这支烏龟就很大一支 那中间这个是 搅拌棒的喜马拉雅山 那这里的 皮士努就有三个角色 一个角色是在中间 护持住这支 而负责搅拌的盾 那一支在下面撑着 然后还有一支在上面浮着的那个山顶 他的十个话声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的那个 罗摩也纳 罗摩也纳的罗摩 那罗摩也纳就是关于罗摩的故事 这个罗摩 这个 罗摩是一个王子 是印度的一个王子 阿优塔亚的这个地方的王子 本来呢他就是应该是国王的继承人 那大家也都非常的 就国民非常的爱戴他 可是这个国王有好几个老婆嘛 那最宠爱的那个老婆呢 就 不是罗摩的妈妈 是另外一个小倩 那那个 那个小倩呢 就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当国王 于是就去跟这个国王讲说 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有两个要求 一个是让我的儿子当国王 另外一个是让罗摩到圣里面去修行 十四年 不能回来 那这个国王就答应他 嗯很痛苦 但是必须答应他 那至于为什么一定要答应 我也不晓得 要问印度人 印度很难理解 那罗摩呢 他身上带着师婆赐给他的神功 他是个神射手 是在这个小倩去捕获国王之前呢 他已经利用这个神功 赢得了比武昭青的比赛 娶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老婆 叫做西塔 中文有时候翻译叫西多 好 那没有办法啊 那老爸叫我去我也不能不去 所以他就带着自己的妻子 然后还有一个很崇拜他的弟弟 叫做罗什曼娜 三个人就到森林里面去修行 然后美女仁仁爱 美女仁仁爱 他们在森林里面本来过得很快乐的日子 可是有一天呢 这个西塔就看到 诶 有一只金色的小鹿好可爱哦 布洞萌跑过去 他就跟罗摩说 你可以帮我把他抓回来吗 我想要养他当宠物 那罗摩就 哦好 可是我不能放你一个人在这边 所以我弟弟要在你身边陪你 然后罗摩就去追小鹿了 然后 当罗摩在 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的时候 突然呢 他们就听到很巨大的 这个求助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所以罗斯曼娜赶快来帮忙 然后是罗摩的声音 就想说到底帮你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叫他去帮忙 于是呢 这个罗斯曼娜就 帮西塔画了一个魔法圈圈 就说 你千万不可以离开这个圈圈 你要好好待在这个圈圈里面 那我去帮我哥 你等我们回来 不要乱跑 那这个罗斯曼娜就出发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 僧侣模样的 婆罗门的模样的一个修行者 就经过 希望西塔可以 给他一点东西吃 但是他坚持西塔要走出来 因为他不可以靠近 女人所住的房子 那西塔是一个心地很柔软的人 他就好 那他就出来了 一出那个魔法圈圈 这个僧侣就变成 露出真面目 恢复他魔王的这个 本来的形 的这个形貌 是一个有十个头 二十只手的 一个魔大魔王 他就把西塔也抓走了 抓回了 孟加岛 孟加岛就是恶魔岛 也就是现在的斯里班塔 印度人觉得斯里班塔是恶魔岛 所以就把故事这样子编 这个故事就是整个罗摩也纳就是 罗摩跟他弟弟出发去救老婆的过程 去救老婆的过程 中间呢就碰到了猴子国 发生了王位之战 王位之战 猴子国呢有一个猴神 叫做哈努曼 哈努曼 所以为什么说 只要看到有猴子 就可以确定 他是罗摩也纳的故事 这个 哈努曼就去跟罗摩讲 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解决 我们的王位之争 他们两个真王位的这对猴子兄弟 已经快要打死对方了 那罗摩就来帮忙 那一不小心呢 就射了一箭 把猴子都给射死了 那猴子弟弟就理所当然得到了 这个王位 那就答应罗摩说 好 那我们就带着整个猴子军团 去帮你把老婆抢回来 那一路上就是 有很多这个 杀妖除魔的过程 跟西游记有点像 所以就有人说 西游记的那个孙悟空啊 其实是 从罗伯也纳的故事里面 有参考了一点点这样 不过这个吴承恩不在了 我们只会观落音才能够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个 这个壁画呢 是在 曼谷的玉佛寺 就是他们那个大皇宫 的玉佛寺 里面的围墙 他们每天都有人在 在补这个壁画 那文覆的非常好 这个壁画呢 在拉玛仪式 就现在的这个 曼谷的 皇 皇朝世纪 的拉玛仪式 手中呢 把 罗伯也纳的版本 重新改写 改写 改写成所谓的 拉玛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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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背景 从 从 印度的阿优太亚 搬到了 泰国的阿优太亚 同样叫做阿优太亚 其实在泰国叫做大臣 在印度叫做阿鱼坨叶 就是台湾的翻名 其实都是同一个字 都是同一个字 就是大臣皇朝的那个大臣 所以改换成泰国的版本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有的是很鲜艳的 有的是没有 原色 主要角色 主要角色 主要角色会一直补西补上去 其他的就不要走 其他的就放着这样 然后这个 你看他亮亮的 其实全部都是金漆 嗯 那就制服那几个 那其他呢 其他呢 其他就 除非真的有很严重的菠萝 把你跳过 哈哈 那最近发现呢 在旅游 旅游圈有一个很大的消息 叫做 Romayana水上乐园开幕了 在泰国的Pattaya 嗯 跟Romayana有什么关联呢 我是看不出来 就 呃 这边放了一个吴哥的微笑 然后 呃 这边放了一只 不是甘吉小的大象 然后有一些很像是 呃 大成或是素可太的 骨鸡的形状的东西 那大家都去玩这个游华丁 嗯 好像是去年 去年底才开幕的吧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罗摩也纳艺术节 罗摩也纳艺术节 他不太 不太是固定办理的 他最早是在1971年 在印尼 在印尼 然后有好像有十个国家 会来参加 十个还是九个国家 会来参加 从印度 斯里兰塔 缅甸 就是所有有 罗摩也纳 相关的传统乐舞的国家 都会来 最近的一次是2013年 在1971年 这一次很盛大 有出了一系列的这个 纪念邮票 那2013年呢 就有做网路宣传啊 那这是刚刚那个普兰巴南 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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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印度 好,等一下,新加坡这个要停一下 新加坡 好,想要看到新加坡的是什么 它是潮剧喔,潮州的潮 广东的那个潮州 潮州的潮剧 诶,理论上应该 本来没有这个剧目啦 应该是新加坡为了参加这个 罗摩耶娜艺术节 所以用新编戏曲的方式 用中国戏曲的形式 去表演罗摩耶娜的故事 嗯,网路上可以找到 这个演出的片段 其实还蛮有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菲律宾应该也没有 菲律宾没有 所以可是他以后菲律宾也来参加 真的喔 那刚刚有讲到菲律宾 有讲到菲律宾,好的 米安拉 哦,真的耶 所以菲律宾可能 这个要再去想救一下 好,刚刚讲了这么多的国家 有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没有 越南没有 为什么越南没有 但菲律宾有呢 你是被排挤的吗 还不知道 这是1971的时候 诶,这个是2013年的 2013 1971就没有这个录影了 好 所以其实这个罗摩耶娜的故事 其实在东南亚各国的传统乐舞 它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里面 是很重要的一个养分 那 也是他们互相连结的一个 互相连结或是交换 文化 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 在印度 其实也有罗摩耶娜艺术节 在印度也有 因为印度各地的这个罗摩耶娜故事 其实也蛮多元的 那就是另外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好,这只皮斯努在谷歌场会看到的形象 就是他躺在 Naga一只大蛇的身上 然后他的妻子 Lakshimi帮他按摩 按摩双脚 这个是他跟很多 很多的恶魔 大战好不容易 消灭邪恶恶势力之后 的一个场景 就是终于把那个不好的 坏人通过塞瓜 我要休息一下 那塞瓜之后就在想 那接下来我要干嘛呢? 嗯,接下来我要创造世界 但是创造世界好累喔 我不曉得自己弄 于是呢,从他的肚脐呢 就长出了一朵莲花 那莲花上面就做了一个 四个头的神 就是梵天 所以梵天又叫做创造之神 他来到这个世间的任务 就是来创造事物的 所以你去向他许什么愿 他都会答应你 邪恶的愿望也好 正直的愿望也好 所以呢,在印度文化里面 对于梵天的评价都很不高 因为他没有道德 对 他没有道德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个故事是说 他爱上了自己的女儿 本来他没有那么多颗头的 他因为爱上了自己的女儿 所以不管他女儿走到哪里 走到东方,然后这边就长一颗头 走到这边又长一颗头 然后中中中他就长五颗头出来 然后就旁边有其他神看不下去 那他女儿当然也受不了 然后就跑去跟师婆告状 诶,那个梵天很过分 就是,诶很糟糕 然后师婆就很生气 就跑来又砍了他一颗头 师婆好像常在砍人家头 对 他就变成师婆头了 但是因为他什么愿望 都可以成真 所以华人很喜欢拜 嗯,嗯 嗯,嗯 在那个行丁功夫结合 好,哦,Naga是现在开出来 Naga是在高明的Naga长这个样 然后 根据 因为之前的那个故事啊 就是他们两姐妹 嗯 他的妈妈跟Naga的妈妈的那个故事 于是呢,这个 金赤鸟就跟Naga四不两立 所以每次见到面都要打架 就是 老鹰跟蛇的故事 嗯 每次见到面都打架 所以在高明的建筑当中 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像 就是 金赤鸟踩在Naga的身上 或金赤鸟抓着那个Naga的尾巴 就是一个 彼此在搏斗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一个 跟水有关的神呢 是一种叫做鱼龙的神兽 鱼龙 嗯 他不是鱼也不是龙 但他跟Naga一样 都是水的象征 那这个 鱼龙通常会坐在排水口的地方 或是坐在栏杆的位置 这龙很像 会坐在栏杆的位置 那他嘴巴会长很大 那里面会吐出各式各样的东西 随着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地区 都会有不同的 像这边 在这个波罗浮屠的 就有一只狮子在这里 不过印尼没有采狮子喔 没有采狮子 那为什么是狮子 我就不知道 那同一个时期 跟普兰巴南和婆罗浮屠 同一个时期 在爪哇的另外一个地方 可以看到 比较原始的印度信仰的神庙 就是这里 叫做迪恩高原 这几座神庙呢 跟南印度的形式 就非常非常接近 算是比较原始人类 那跟这个 刚刚印度教的那个神庙 不远处 离他不远 大概走路15分钟左右的距离 就有这样的 这个穆斯林的清真寺 其实清真寺 是在当地才是有人去的地方 刚刚讲的那个 印度教的那些神庙 是去观光的地方 当地已经没有任何人 在信奉印度教的信仰 那每天早上5点钟 就满山遍野的 那个教带塔的声音 叫大家出来 好 这个是爪哇岛 另外一个地方 应该是说爪哇岛 唯一一个还留存着 跟印度有关的信仰 的地方 叫做婆罗摩 婆罗摩 因为那个时候 穆斯林的势力 不断的在扩张 那信奉印度 印度教的这些信徒呢 就有点像 台湾的原住民 被赶到山上去的那种状态 他们就一路往深山走 就往到 就住到这个婆罗摩火山的深处 然后就只剩下一点点的人 还住在这边 大概只有几百人 还住在这里 那他们就有 拜山 拜这个婆罗摩火山的习俗 以前呢 因为婆罗摩火山是活火山 为了让这个婆罗摩火山不要爆发 就会有活人的陷阱 或是后来就不丢人进去了 就改成丢 动物进去 所以在这个山脚下呢 就有印度教的寺廟在这边 现在还是持续有待使用的 不过我去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祭典时期 所以没有开放 那这一条呢 就是观光客 都会走的这一段 去看婆罗摩火山 的火山口 然后在那边看看是属什么的 必须坐 骑马 骑马走进去 就是大家骑苦车的 然后换马 然后上去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条路 其实就是以前他们在 举办这个献祭仪式的时候 开辟出来的 这一条道理 可是现在变成 主要是观光开发在使用 那这个就是 当地 给观光客奇的小马 其实很辛苦 天还没亮 就要一路问 你要不要去婆罗摩火山 你还不要做我的马 然后满街都是 会 不会 不会 嗯 其实有旅行团包包套 你在预讹的话 就可以买行程上去 然后在当地 因为你一定要住在山上 然后那个旅馆也会问你 你要不要直接booking 所以 你也可以选择我都不要 因为我是用走的 嗯 对 我是用走的 也有人用走的 如果你会 旁边就是会有 不断的有马经过 不断的有吉普车经过 都会跟你说 你不要用走的啦 你现在 那时代很远啊 什么什么的 好 然后跟大家介绍 跟穆斯林信仰有关的 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明古鲁塔布节 明古鲁塔布节 它是在 在耶稣门达纳一个叫做明古鲁的地方 哦 它的时间是每年的回历 哦 的 第一个月 就回历一月的一号到十号 其实就是新年的一号到十号 起因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胡赛因 他在卡拉巴战 卡尔巴拉战役中 他战死沙场了 所以这个伊斯兰的实业派 为了纪念这个胡赛因 就在他的这个忌日的时候 来举行塔布节这个祭祀的仪式 不过呢 不管是在印度也好 还是在中亚也好 到处都没有像苏门达纳这样的塔布节 他没有祭祀的仪式 可是没有衍生成一个大型的节庆 相传呢 其实明古鲁 明古鲁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一个节庆 是因为 英国在殖民这一块 殖民地的时候 这个西元1685到1825年这一段时期 他从印度和孟加拉 印度的现在的清奈这边 他孟加拉其实带了一批的 南亚裔的人士 这一批南亚裔的人士 是穆斯林 他们有这个塔布的纪念的习惯 所以就把这些风俗就带到了 现在明古鲁这个地区 那跟明古当地的地方特色结合之后呢 就出现了类似 台湾花车游行 这样的一个地景 这样的一个节庆 好先拉回来 塔布是什么 塔布其实是木盒子 木盒子 存放 有点类似灵骨 那叫什么 骨灰盒的东西 对 这个骨灰盒 就是存放这个 仙 菩萨的这个尸骨的盒子 那在塔布节里面呢 他们就用竹枝 就很像我们做花灯这样 用竹枝用材质去搭 很漂亮很大的这种 塔状的 类似灵骨塔的东西 可是他不是很阴暗的异象 他是一种庆祝 很开心的一个活动 是 呃 林里大小都会来参加的 那塔布呢 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只神兽 他的头是人的头 那身体是马 然后他会飞 他是呃 带着 穆罕默德 来往麦迦 和另外一个圣神 麦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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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另外一个四个字的 每次都想不起来 耶路撒冷 对耶路撒冷 对 来往麦迦 谢谢 来往麦迦 和耶路撒冷 可以非常迅速的这样 往复的一个神兽 就是这个Block 所以然后这个塔的 那个塔布的前面 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Block 就是这个 嗯 可是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这个 塔布他都是街张布布自己用自己的 能够收集到的材料去做出来的 所以他的这个Block 就会用 嗯 服饰店的那种人型 去组装 所以看起来就非常有这种手造的 嗯 的趣味 除了塔布以外 塔布节 现在也 深受全球化的影响 比方说 现场就会有 有 小叮当啊 然后 Hello Kitty啊 就像台湾的这个 云霄节的花灯一样 然后就 全部放在一起 然后 欸 在塔布节的最后一天 也就 第九天的晚上 会推出来游行 那游行整个游行活动结束之后 然后就推到海边去烧掉 有点像烧王船 这个意思 好 六到十一世纪 在中南半岛有另外一个文化圈 跟高梅文化圈 有点关联 但其实是独立发展的一区 叫做多罗波底文化圈 多罗波底是非常纯粹的佛教文化 那时间就六到十一世纪 大概是在现在泰国的 嗯 佛统啊 乌通乌华富里 就是绿色的这一块 以这个为中心 而不理 这一块为中心 那我特别要讲的是匹马这个地方 嗯 很像 很像 但他们民族不一样 他们是梦 梦中族的那个梦 梦族的梦 梦人 对 不是高棉人 虽然他在十一世纪之后 被高棉给吞并 但一开始其实是梦人的文化 那 那梦人的这个 嗯 佛陀的造型 就 有 他们当地 比较有他们当地的特色 就跟这个五哥这边就有 有点不太一样 比方说这样这个就是匹马 很多人看到照片就说 哦 这五哥嘛 哦 不是 这不是五哥 这是匹马 这个是 在东北 泰国 嗯 对 匹马的 其实他离 曼谷大概四个小时 车辰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嗯 大概五个小时 就是东北 嗯 对 还没有 还没有进到匹马 其实 匹马在过去 你说的那个是 不是匹马 你说的那个不是匹马 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座庙 叫帕龙南 没有 帕龙南的一科 会比较有 因为我去年去过 对 所以刚好 好 你现在陷入生殖 哈哈哈 对吧 他就带 来来来来 回到地图了 我记得匹马大概在这个位置 匹马 对啊 匹马大概在这个位置 然后胖我们来 你就到这里 不是我不是说胖 你是说刚刚那个 对啊 匹马 对啊 他是在科乐高原的入口 还没有到科乐 对 因为我是在 匹马做了 一段时间 然后再到科乐 嗯 没关系 我们下次拿那个 泰国地图来登 因为科乐好像就是 那个什么浪 那 他 那个叫什么 四个字 他们搞定 就是科乐是一般俗称 对 对对对 科乐的那个原名很长 对对对 然后他从那个科乐市去搭 一个小时的车过去 对对对 然后这好像是往 东边吧 东北边 科乐是泰国东北 就是医生地区的首次 对对对 那很多人的那个交通方式是先到科乐 那种以科乐为中心去玩周边 对 对 那我的话是先到匹马 然后再进科乐 就是一站一站往东走 那中间看你是搭汽车还是搭火车 有不同的走法 那这个是匹马 其实形式 他的规模 比吴哥是小很多 但他也是 蛇叶把摩西斯 就是 吴哥王朝最强大的那个国王 他那个时候为了控制他广大的疆域 所以在各地各地盖了非常多的庙域 在吴哥文云里面每一座庙域都是一个城市的中心 为什么我会说一定要来批买它 因为其实在现在的柬埔寨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保留 保存完整的城市格局 比方说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城墙 对不对 城墙 然后他的 他这个庙的位置就在这个城市的中央 然后东西南北的马路呈现十字轴形 然后这个是在靠近 我们说比方说 批麦在这边 洞里萨虎在这边 洞里萨虎在这边 然后吴哥在这边 他的坐向是朝向吴哥 笔直的朝向吴哥的这个巴隆寺的 就是说以前其实有所谓的皇家高速公路 直达 直达批麦这个地方 所以他的这个寺庙太城门的开口其实是 沿着这个纵轴线是直通到巴隆寺 就是大吴哥城的这个位置 可是大部分的遗迹已经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格局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现在这些人就跟以前 文明 古歌文明还在控制中南半岛地区的时候 一样 人是住在城市里面的 那城市的外面呢 就是农地 又出来跟着 那距离这个纵轴线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这个遗迹 这个遗迹是医院的遗迹 也是一个小小的寺庙 然后有水池 所有跟吴哥有关的医院 他都一定有寺庙跟水池的结构 那这个水池其实就是提供 来这边治病的病人 有干净的水可以用的一个水源 现在当然没有 没有当时的僧侣啦 这个是穿着橘色袈裟的 这个是相夺部佛教的 现在的 嗯 泰国的僧侣 就在这边 旁边有一座现代的佛教寺庙 那在泰国 往西边看的话 就可以看到所谓的缅甸文化圈 就是刚刚看到那个世界山 那缅甸文化圈 其实非常非常的复杂 他不是一样 就他不是一个缅甸 他有非常多不同的事情 比方说前面讲过的那个 那个票国 西元全2000年里讲的 嗯 那个票国其实很 他很早就衰微 他衰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 太虔诚的佛教徒 太虔诚的佛教徒 太虔诚的佛教徒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极端的崇尚和平 不可以杀身 就他们绝对不穿丝绸的衣服 那在中南半岛不是泰斯解释很有名吗 那不穿丝绸的衣服 你只能够穿免莫麻的衣服 为什么不穿丝绸的衣服呢 有没有怎么知道 对 因为会杀残 所以他们就不穿丝绸的衣服 同样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 当他受到武力侵略的时候 会怎么样 他不杀身 那就是等着给人家杀 所以后来就衰微了 但是距离票果很久以后 有另外一个文化崛起 才真正形塑了所谓的缅甸的文化的核心 就是普甘 普甘 他其实很晚 他一直到十一世纪的时候 他才出现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其实不知道 到底在缅甸这块土地上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接续着普甘 也不是结续 就是在普甘时期的同时 然后跟之后 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古文明 在现在缅甸的这块土地上发生 有的很长有的很短 比方说像这个就是 大家最熟悉的普甘的地景 就是用红砖造的佛塔 满满的 在一片森林当中 就有五千多座的佛塔 那之前在讲说地震呢 不是说受损吗 对啊 嗯 就 本来想说 会不会有 会有很多佛塔倒掉 的确很多佛塔倒掉 但是 我进去之后才发现 我根本 没有办法去判断 哪些是倒掉的佛塔 哪些不是 因为多到 多到 我连要找路都找不到 我不知道 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 就是很容易在里面迷路 会啦 就是 可是主要大的那几个人 会 远远就看到他 所以 然后跟着人龙走 人龙吗 应该骑 那个机车 就是 电力车 对对对对 所以我后来必须要跟着 那个导游带的队伍 不然我会找不到 早上看日出会比较不好 可是 他要出来 嗯 我就说是赶着天黑 赶快离开 要不然真的是完蛋 不在哪 对啊 好 这是另外一个古文明 就不是古甘 我已经有点忘记了 因为 一天跑好几个地方 那很典型的就是 这种鸿竿造的佛塔 只是某一看 跟 素可他有点像 那有个说法说 欸为什么 他的佛塔 明天最有名是 仰光大金塔 欧面贴金箔的那种 那另外一种是白色的 那为什么会分白色跟金色的 有什么差别 好 就有人说呢 其实是 比较有钱的就盖金的 比较美钱的就盖白的 就用灰泥去漆这个白漆 就是听到的其中一个说法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很典型的 缅甸的佛式的颜色 缅甸佛式的颜色 缅甸佛式的颜色 是绿色 黄色 跟这种 用镜子组成 镜子碎片组成的这种装饰 其实已经跟印度很接近了 那这一座庙叫做马哈木尼 是曼德勒最大的一个信仰中心 这个是僧侣用的伞 僧侣用的伞 当地只有僧侣会在路上撑伞 那做给僧侣的伞呢 也会特别的漂亮 那缅甸现产佑木嘛 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的佑木家具 很多都是从缅甸进来的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黄蜂 就完全是用佑木搭出来 就是也是满满的 全部都是这种浮雕 那另外一个是安南文化圈 安南文化圈其实就是月 我们讲说越南的月 或是广东的那个月 其实是同一个 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叫做月的这个文化 那什么叫越南 因为在越的南方 就叫越南 安南文化圈其实 披经了非常多不同的朝代 他并不是依附着中华文明而发展的 应该这么说 他长期的受到中国的强权的控制 然后又不断的想办法要摆脱中国的控制 所以我们去看他们的 去看越南的史书或典籍 会看到有很多其实是用中国的汉字去写的 就是用中文写的 那有的时候又不是 就在想那到底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辩证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查看 那这个是他们的越南的国服 叫做凹袋 跟旗袍没有关联 但的确是近200年来的一个 改良之后形成的一个文化的icon 这个是在不治民市的历史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 其实一开始是由法国人设立的 有同学去过吗? 没有 对 他是法国人盖的 但就融入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元素进去 比方说是越南很常见的这种屋顶 然后有一点欧式的这种柱头 其实是法国的一个对东方很有想象的一个有名的建筑师去盖这个博物馆 那也是法国远东学院当时在西贡 以前叫西贡的这个地方的一个研究基地 他的对面就有很典型的越南的建筑物 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说很典型 我们怎么去分辨哪个是越南哪个是中国的 可以看他上面的这个龙的形式 这种就是越南的 那在越南也可以看到现在本来有三座印度庙 现在剩这一间 那这个就是在大概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 才来这边做生意的印度人所盖的这个印度庙 但其实我们现在讲吴志明或讲西贡这个地方 他在西元一到十五世纪这段时间 其实本来是高棉人的土地 我们后来看到这个是他们不断就是 越南的金主人不断的向南移动 然后迁徙和扩张的一个结果 所以其实要用就是他们是很后来 后来很晚近的这个概念去理解 我们现在看到的吴志明这个地方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相对于中南半岛 另外一个就是海洋上面寻岛的这个部分 寻岛这个部分就跟十六到二十世纪大航海时代 欧洲人的势力进来之后有很像 关系比较密切 比方说等一下会有很多照片 珠三角为什么 因为要从中国取得中国的制成品 去外销到全世界 珠三角出来就是澳门跟香港 刚刚有讲到澳门是这个货物转换最重要的起点和基地 然后接下来再下来是惠安 然后马六甲 马六甲海峡大家以前历史课本上都学过我就不赘述了 然后雅加达 雅加达就是巴达维亚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区别 这一张图片大家猜一下这是在哪里 这是雅加达 雅加达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样子 那一九一九零几年的时候 那台湾刚刚讲过也是其中一点 然后沖繩就是日本的那个 呃对外贸易的据点的起点 好延续刚刚雅加达这张照片再看一下来 有同学知道这边是哪里吗 这边是我的辅基地老家 那是在广东的开平 广东开平有一个世界有个世界遗产叫做雕楼 除了雕楼以外 呃我们也讲说广东有三种楼 一个是雕楼一个是起楼 起楼街 那开平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是我的老家 因为他很穷 他很穷 然后盗匪猖獗 为了希望不要 治安不要那么差 所以取了一个名字叫开平 开是打开开平是平安的比 可是就有人说嘛 你名字取什么 那就是命中缺什么 所以开平的永远都会缺太平 那不太平的情况之下 大家只好散落出去 出去外面打工 去哪里打工 去南洋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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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建设乡里 就会把南洋打工 就会把南洋的形式 copy回去 照着带 按钢 然后迄不来 去南洋打工 对 让大家猜一下 在哪边 这边是台南 认得吗 这是台南 新化老街 对新化老街 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事成这样子 跟前面两章像不像 台南是一个靠运河 有一段时间 因为它也是国际港口嘛 靠运河把货物带进来的一个区域 所以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情绪 然后再来 有没有知道吗 对澳门 这个应该很好猜 这边是慧安 然后这边 这应该也很好猜吧 大稻城 对了老大知道 只要看到先是先猜香港 没有这是大稻城 然后这边 金门 所以我们跟东南亚关系紧不紧密 其实非常紧密 这里是马六甲 这一条就是所谓八八娘惹文化交融最盛的一条街 八八娘惹是当地很有钱的人住的地方 那现在他们绝大多数都已经搬到新加坡去了 那这边空下来的这些豪宅就改成旅馆 所以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可以去这边住他们的旅馆 好 好这个是开平的雕楼 开平的雕楼 这是很典型的灵南样式的屋顶 好这个先看着 先记在脑袋海里头就好 然后这边 这是越南胡志明市的 胡志明的一间美术馆 也是一个华商 很重要的华商 他原来的豪宅 有没有觉得这两个都长得非常像 他们之间不是亲戚哦 没有关联 那这种黄色其实是法国殖民地区特有的 从柬埔寨到越南各地其实都会看到 然后金门的洋楼 为什么 为什么金门的洋楼好像窗户都有点小 然后门面都窄窄的 有没有人知道答案 对为了要防御 这个是整个灵南建筑里面 或是我们讲说华南往外移肯的这一群人 在生活当中累积下来的经验 因为其实不管是你是在外地求生 还是在金门这个地方 还是在原来广东的这个地方 其实治安都很不好 所以都要必须把这个防御的功能做得非常的强 要防止的这个开门开动都要很小心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说雕楼 为什么是雕 雕宝的雕 它的所有的这个门床其实都有设计 比方说有好几床可以锁起来 有道肥来的时候让人打不进来 然后会有设计枪眼 就是可以在房子里头就把枪口伸出去 去射击然后去驱改这个道子 然后在广东开平的这个村落里面 我们常常会讲说在开平是无雕不成村 每一个村落都要有雕楼 你看这个雕楼就吸收了 好像是土耳西伊斯兰那边的风格 我就说我们在田野里 在开平的田野里可以看到全世界 因为大家到世界各地去打工 然后就可能用拍照 可能用画画的就把这个 土案就传回来 请当地的石工匠罩着 这些他们在国外生活的 所看到的东西去新建雕楼 那雕楼一定要比一般民宅高 才能够起到防御的作用 远远的看到有盗肥来了 就要开始要待待 就要进到雕楼去避难 最后 就是跟刚刚传给大家那块布有关系 对对对 来 有没有觉得这两个东西很像 下面的这个是印尼的法体谱 下面的呢是日本琉球的红型染 红色的红形状的型 然后染料的染红型染 那最后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们的制程 他们的这个 汇染的技术 其实跟我刚刚讲的朱益传 有很大的关联 在这一段时间内容 就像是一段时间内容 就像是一段时间内容 A piece of fine handiwork harmonizing patience with R Batik comes with the word ambatik which can mean a cloth with dots or sparks The making of such exotic spots is not as easy as waving a hand The driving force is the patterns themselves It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drawing lines It is the breathing of life into patterns full of It is not a matter of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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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in strength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Japanese 跟印花有很大的關係 好 差不多了 好 那有興趣的同學其實可以 其實可以上 其實可以上那個 YouTube找Bateek 的這個製程 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影片 然後看那個 流抽空心來 他們其實之間有一些互相影響的關係 好 有沒有同學想要問問題 給大家五分鐘 好 沒有人要問問題嗎 或者給任何意見都可以 我們把麥克風傳下去 每個人都拿 你們都沒有來過嗎 我們這邊就是每個人都有發言權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拿到麥克風 你可以不講 不講就把麥克風傳給旁邊的 可以傳 可以傳 你有不發言 你有不發言權 沒有關係要傳完 就我們就下班 就下班了喔 前面還沒傳到 往前傳 要不然拿一下 你的呼吸 這個 你要拿一下 呵呵 沒關係沒關係 沒有一定要夾 這兩個 對 對阿 你在那邊待了那麼久 好 那我補充一下那個 滴麥好了 因為剛好去年去的時候阿 然後到那個 歷史 文化城 就是那個遺跡的時候 剛好那天是 太皇 就走的隔天 然後印象很深 欸好像十月底吧 太皇 走的那天 然後 他們馬上就架起那個 黑白的那個 呃就是 哀悼的那個 還有那個相片整個都是 可是 那個地方阿 我覺得一般人比較不會去 根本就不太知道 可是我覺得那邊很不錯的是 因為 他不像吳歌窟 那個大小吳歌 或者是一些我們知道柬埔寨 那個觀光客很多 那邊反而是很寧靜 然後你可以 慢慢走 就是幾乎 不曉得是剛好那天 反正我覺得好像沒什麼人 然後 呃 他的那個保留完整的程度 我覺得也不會輸給 吳歌窟的一些寺廟 當然 吳歌窟是比較大啦 因為太大了 可是如果 有去泰國的話 我覺得 可以蠻值得去那邊走一走 對對對 其實泰國大部分的五個遺跡保存 都比 我覺得都比柬埔寨好很多 而且而且便宜很多 而且便宜很多 而且便宜很多 我記得批賣的盆票五十百吧 好像一百 現在一百 對 就一個 很佛心 然後常常會看到他們去這些 寺廟遺跡開婚紗照 嗯 嗯 是當地的婚紗聖帝 然後 那個 你自己跳過了菲律賓嗎 喔對 然後呢 因為 要談那個 古代文化圈的這個部分切入 怎麼樣菲律賓都放不進來 所以 因為菲律賓的歷史 人家講說 菲律賓的歷史是從那個西方殖民 才 之後才開始 之前沒有文字記錄 然後 也沒有比較大的 文化遺跡的標的 所以 就很難 去 特別的去談論什麼 應該這麼說 就是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功課 我們要去想辦法 把菲律賓的歷史 幫 不是幫啊 就是把菲律賓的歷史 去重新認識 去重新找回來 呃 對 然後詮釋權不能都交給 西方的殖民者 我們太習慣就是 我們覺得啊 我們想要了解什麼 那就看你的英文書好了 直接就是覺得 我們去看有沒有英文書 沒有英文書 我們去看有沒有日文書 就變成 來自 英 英美系統 或來自日本系統 他們的 詮釋的霸權 壟斷了我們就認識世界的 這個 管道 這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 對啊 所以就是 希望我們這個新南向能夠 對 對 思考一下 對 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我們如何站在台灣 一個與世界 其實關聯很緊密的一個位置 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而不是覺得我們只要依附在 文化霸權下面就可以 對 我們要找到自己的觀點 找到自己的觀點才知道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走 好 好 你要問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大家好 你會推薦哪張書 可以幫助我們從台灣的角度 或是 比較東方的自己的角度去看 這個樣子 或是 或是你自己寫的書嗎 我自己寫的書我就不虧了 這個 嗯 因為我一直寫了 比較大的一本就是那個五哥 然後他比較Niche在五哥的遺跡上面 那 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比較推薦這個 陳炯章先生 就是陳炯章老師 他寫的這一本 印度與東南亞文化史 這一本已經絕版很久了 但是 但是 但是圖書館很好借 對 沒有啊 對 就是 當時他在大學教書的時候 這是他的課本 那他的那個 他是長年做佛教 好像是長期做佛教研究的 他年紀也很大 已經在網路上面 好像2008年的時候 找不到他的資料 嗯 就 不知道雲有去哪裡 對對對 有 他退休之後 就 一直都在做佛教方面的推廣和研究 所以他的這個立場 是很從 東南亞出發的 不太會有那種 大中國主義的包袱 所以比較推薦 如果入門的話 可以從這一本開始看 而且他規劃的很好 他就出了前半段介紹印度 然後後面介紹東南亞 所以整個延續下來 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 另外一本介紹文化史的書 像他這樣子 就是 比較客觀 又比較全面 最後一個問題 也不算問題 你介紹一下 你和 子余下一場是什麼 喔 然後那個 來 來預告一下 對來預告一下 下禮拜是我們說書系列 我們說書系列 每個月有一場 對 對 那 之余是北義大 舞蹈所的學生 那長期呢 就是在 跟東南亞各個舞團 往現代的也好 然後傳統的也好 其實都有很密切的往來 那自己的論文也是做東南亞舞蹈的 到柬埔寨舞蹈的研究 那我都說 他是負責活人的 我就負責死人的 就是 我就負責那個房屋的遺跡啊 死人骨頭這一塊 那如果說要問活的文化 然後現在的人 他們怎麼樣 呃 去傳承他們的藝術 等等等等 這些要問他 對 我都 這方面我只是打這樣的 嗯 下禮拜要講 所以下禮拜我會講 因為上次是講柬埔寨現代文 然後就想說繼續延續講 所以會講 呃馬來西亞的現代文 然後可能如果有辦法的話 會講一下泰國的現代文 對 因為最近剛好很多 今年有很多 來自東南亞的現代文團 所以覺得可以介紹大家認識一下 下禮拜一 下禮拜一 同一時間 好 那下禮拜我會介紹十九世紀 呃 列強進入中南半島 他們從中南 他們為什麼要進去 然後他們的探索是什麼 以及他們掠奪了什麼 他們掠奪了什麼 他們掠奪的東西 又造就了後來的什麼 嗯 就是一個 偶牆拐騙的過程 呵呵 對 好啦 好 那謝謝殷茲 謝謝殷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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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殷茲